好 伙伴 嘿 伙伴 嘿 伙伴 伙伴 瓢虫 瓢虫 打开双翅 轰隆隆隆 探险游戏 我喜欢 我来拍第一下 伙伴 咱们这是到了成语花园了 是啊 我们又可以看故事猜成语 学成语了 人人都说 个个都懂 字数不多 故事不少 欢迎来到成语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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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 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什么故事呢 是啊 好期待啊 每天都有好的故事 你们现在就用口令开启成语之旅吧 有一天 有一天 森林里传来了爆炸性的好消息 爆炸性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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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一起去草原玩了 等一下 大家听好 一会咱们自由活动 想玩什么就玩什么 但是天黑前一定要回到这里 咱们一起露营 还有购火晚会 好 咱们去湖里划船吧 你看湖水多懒呢 好 我看到那边有片树林 哈哈 我去找真子 那我去捡野果 啊 这边大草原跟我家很像 我要好好在草地上撒撒花 我也去 你们就知道玩 我得去四处探访 找找创作的灵感 星星 你呢 我早就选好了 一定要在美丽的大草原上 都给自己拍些好看的照片 好吧 大家都早有准备 我去湖边钓鱼了 大草原的景色真是太美了 是花海 太美了 那可真是花的海洋 好棒啊 隔山花 好大一片啊 这是金鹿梅 这是狼独花 看 还有高山独鹃 还有好多交不上名字的花 真是太美了 还是小桥梅 已经不靠操干了 本顾了 还有一样吗 没有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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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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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啊 多漂亮的落日啊 我得拍一张在最后一抹乡下的剪影 哎呀 我怎么忘得一干二净了 大家听好 一会儿咱们自由活动 想玩什么玩什么 但是天黑前一定要回到这里 糟糕 我迷路了 天黑那是什么 星星 你在哪儿 星星 我在这儿呢 伙伴们 你呀 就不太粗心 让大家都等着你 还问你担心 你觉得合适吗 还拍照片 哎呀 你呀 好了好了 没出事就是万幸 对不起 可是 可是花海太美了 我走着玩着 照着 就忘了时间 忘了路 忘了要集合的事了 听得我也想去看看 嗯 要不这样 明天大家一起去找合影 就是千万别忘了时间 忘了路 忘了回家的事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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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 不 了 宝лен 你们钟 留下 你呢 没有 没 不 我的 榴莲忘返 对 就是榴莲忘返 我怎么没有想到 呵呵 还是你的话启发了我 漂虫先生 榴莲忘返对不对 恭喜你们 闯关成功 耶 榴莲忘返就是指 玩乐的时候不愿意离开 忘记了回去 是不是形容 心性很合适呢 是啊是啊 其实我和毛毛也经常 榴莲忘返 你们在哪里榴莲忘返 当然是成羽花园 这里景色又美 还有漂虫先生你 给我们讲故事猜成羽 多好玩 是的 所以每次要离开这里 我们都连连不舍呢 好吧 你们真是进步不少 希望你们明天 还来成羽花园闯关 再见 漂虫先生 这鬼该我了 我来 nuclear 和时间赛跑 破译动物档案 线索不断浮现 真相越来越近 调动知识 lä kicking 猜猜他到底是谁 如果你们在我公布答案前 猜出他到底是谁 就算成功 可以继续前行 否则就要接受惩罚 屏幕前的小朋友 你可以和小伙伴 或者是爸爸妈妈一起来玩 看谁能先猜出 他到底是谁 开始 他主要生活在 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 撒哈拉沙漠 好像是世界最大的沙漠 是最大 位于非洲北部 那个地方气候条件非常恶劣 是地球上最不适合 生物生存的地方之一 他个头硕大 体重可达270公斤 是个大块头 非洲的大块头挺多的 他恐怕还排不到前面 他头粗大而且肩宽 很像水牛 身体后部纤细 比较像马 颈部有黑色猎毛 全身有长长的毛 他是马身子 牛脑袋 我怎么想象不出来呢 还有好多毛 他 鼻子特别灵敏 不仅能闻到狮子猎豹等天敌的气味 而且能够嗅出远方雨水的气息 从而找到好草场 他肯定是吃草的 对 找到好草场 说得很清楚吗 他 不论是什么性别 头上都长着弯弯的脚 从头顶先弯向两侧 然后向后上方扭转 我头上有鸡脚 鸡脚 我身后有尾巴 尾巴 谁也不知道 我有多少秘密 你还唱上了 他喜欢群居 在水草丰美的雨季 通常他们十到二十只左右 组成一个家庭团体 自由生活 生儿育女 在石不果腹的旱季 他们会自觉地组成几十万只 甚至上百万只的大团体 团结在一起长途奔袭 寻找新的草场 上百万只 那是多庞大的队伍啊 据我所知 非洲大草原上 只有一种动物 可以集结到上百万只 它就是 脚马 和上面的条件都对得上 确定是脚马 好了 现在公布答案 脚马 恭喜你们答对了 还有屏幕前的小伙伴们 你们答对了吗 哈哈哈哈 呀 脚马 是生活在非洲草原上的大型灵牛 这就是千禧中的脚马大军 好了 二位 你们可以继续前进了 这为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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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为该我了 谁 欢迎来到心跳岔路口 一个路口分成两叉 慎重选择 按钮有仨 来吧来吧 答对出动 答错要罚 祝你好运 谜题来了 我们准备好了 请出题吧 别着急别着急 今天我请来了一位老朋友 这种小虫子 外表很特别 看上去 像是一个用杂七杂八的植物碎屑 粘贴起来的植物塔 想起来它是谁了吗 啊 我有印象 它是一条拽着丝线的肉虫子 躲在那个植物塔里面 想吃东西的时候 把脑袋伸出来啃叶子 遇到危险就立刻缩回去 它的名字不太好记 叫 叫叫叫 叫什么来着 是缩鹅宝宝 缩一的缩 鹅字的鹅 那个植物塔 就是它给自己做的一件缩衣 不错不错 你们的记性真好 不过 缩鹅宝宝的这件缩衣 可不仅仅是用来遮雨的 这次我把它请过来 就是想让你们见识一下 这件缩衣的奥妙 我记得上次说过 缩鹅宝宝制作的这件衣服 可以保护它 让它在里面画涌 随着缩鹅宝宝不断长大 它还会收集更多的植物碎线 让这件外衣也跟着变大 真的是很有趣 又像是一件外衣 又像是一间房子 缩鹅宝宝的这件外衣 到底藏着多少秘密呢 我们来听听 它自己是怎么说的 有请 嗨 大家好啊 又见面了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安安静静地挂在枝条上 假装成植物的一部分 你们看得出来吗 你一活动我就看出来了 如果原地不动还真是很难发现 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我们缩鹅幼虫天生热响 一点战斗力都没有 这件缩衣既能帮我避开天敌的注意 抵御寄生虫的袭击 又能保护我柔软的身体 连丛林里最厉害的昆虫猎手 黄金蚁 面对我的这套盔甲 都找不到突破口 只能放弃进攻 除了上方的开口 可以伸出脑袋吃东西 这件缩衣 下方还有另一个开口 专门用来拉便便 这个秘密 我只告诉你们哦 问题来了 缩鹅幼虫的这件缩衣 有几个开口 红色按钮 一个 绿色按钮 两个 请选择 计时开始 两个两个 我选绿色按钮 同意 一个开口是用来吃饭的 另一个开口是用来排便的 缩鹅宝宝可真聪明 要是没有另外这个开口 那它的盔甲里面 很快就塞满便便了 所以我们的选择是 绿色按钮 正确答案就是 缩鹅幼虫的缩衣 有两个开口 绿色按钮选择正确 祝贺你们 成功了 成功了 小钟先生 再见 跟文文 大星星来了 下大雪了 你不冷吗 大星星 下大雪了 你不冷吗 当然 你披着一层厚厚的毛毯 我们今天要讲什么故事呢 看起来我们在做些什么 看哪 一只大胖猴子 什么 这不是猴子吗 是熊 等等 熊的尾巴不是又短又小吗 但是你这熊的尾巴怎么这么长啊 我明白了 今天的故事是 关于熊如何失去它的长尾巴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只长尾巴的熊 它去了 它要去哪 小心啊大星星 不要掉进冰河里 那么这熊和狐狸在干什么呢 刀叉 熊是不是要吃狐狸 哦不 大星星你快做些什么吧 等等 看来狐狸有主意了 是一条鱼 熊可以吃鱼 而不是狐狸 太棒了 但是等等 鱼不是在水里游泳吗 熊怎么钓鱼呢 现在游泳可太冷了 你有主意吗大星星 这是炸药 还是不用炸药吧 干的不错大星星 有人知道该怎么抓住这些鱼吗 上吧狐狸 熊的长尾巴 熊的长尾巴 可以把它当做钓鱼鲜 真是聪明 好的 让开吧狐狸 我们需要点空地 去钓鱼吧熊 这水一定很冷 现在我们只要等着鱼上钩就行了 大星星 我们还要等多久啊 它要去哪儿啊 天哪 看起来这熊好像卡住了 啊哈 这是狐狸的诡计 它让熊在那儿坐那么久 是为了让它的尾巴被冻上 好吧 现在狐狸已经安全了 大星星 你也把熊从冰里弄出来吧 这就对了 拉 拉呀大星星 哇哦 哦 看它的尾巴 看得不错啊大星星 至少你救下了它 只不过它的长尾巴还在冰里 这就是为什么 从那天开始 熊只有一条短短的小尾巴 而且当开始下雪的时候 熊就爬进洞里开始冬眠 以便躲开狡猾的狐狸 很棒的故事 下次再见咯 好的 好啦 核我们玩 太逼 阿 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太讨厌了 现在亲爱的 答应我一定不要告诉别人 他们的烦恼还不止这些 这些超级烦人的苍蝇 甚至会从猎豹的眼睛里吸食眼泪 太恶心了 真恶心 太让人反胃了 这些可怜的猎豹们需要帮助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来找我 是的 这些被苍蝇们骚扰的可怜的猎豹们需要帮助 更多惊险刺激的冒险在等着你们 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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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红车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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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的伙伙快乐的伙伙 再会 再会